李阿姨今年58岁 她的退休金是3000块钱 李阿姨是从县城的羽绒厂退休的 下岗后又自己续交了好几年的养老保险 才办理了退休手续 李阿姨的丈夫张叔是一个乡镇干部 她在离县城20里远的乡镇上班 每天早出晚归 风尘仆仆 李阿姨和丈夫是初中同学 他们两个人情投意合 一辈子没红过脸 有分歧的时候 丈夫总是退一步 笑着说 听你的 你说咋办就咋办 李阿姨虽然挣钱不多 可是她吃得用得比工厂里的那些同事都要好 丈夫心疼她 她自己不舍得花钱 都是给李阿姨买好衣服穿 李阿姨只有一个女儿 女儿没有考上大学 只读了一个职业学校 学的是会计 女儿虽然学业很一般 但是人长得很漂亮 个子高挑 再说当会计 虽然挣钱不多 可是毕竟轻松 也是做办公室的活 这样一想 李阿姨也就放心了 女婿是在公司里跑业务的 她能力比较强 工作之余 和同学合伙 做点小生意 挣钱不算少 女儿结婚的时候 李阿姨和丈夫商量了一下 把家里攒的20万块钱 给女儿买了一辆车当嫁妆 李阿姨曾经多次和丈夫说过 等丈夫退休以后 他们就出去旅游 李阿姨有个妹妹在杭州小的时候 李阿姨和妹妹感情很好 后来妹妹远嫁 好几年也见不上一次 李阿姨答应妹妹 等丈夫退休以后 好好去杭州聚聚 顺便旅游一圈 可是事与愿违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李阿姨的丈夫身体一直不错 可是那两年偶尔会去船 胸闷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说是心脏不太好 平时得好好注意 该吃药就吃药 可是丈夫也没当回事 她觉得自己年纪也不大 就把医生的嘱咐忘在了脑后 丈夫喜欢打乒乓球 可是有一次 她下了班回来 和朋友去打的乒乓球后 又到外面吃了一点饭 回来的时候 她就说胸口不舒服 李阿姨以为她是累了的原因 就让她在沙发上躺了一会 可是没想到 这时丈夫突然大汗淋漓 很快没了知觉 李阿姨下慌了 赶紧打了120 医生赶来的时候 摇摇头说人已经没救了 李阿姨眼前一黑 栽倒在地板上 等她醒过来的时候 她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她疯了一班 根本没法接受丈夫的 促然离世 还好 女儿和女婿一直陪着她 让李阿姨有了很多安慰 女儿当时怀孕了 快要生宝宝了 女儿对李阿姨说 妈 你别难过了 咱们瞪起眼往前走吧 爸爸走了 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 我快有宝宝了 等我有了宝宝 你就去我们家住吧 李阿姨点点头 这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毕竟住在女儿家 人多热闹一些 可以冲淡心中的悲伤 很快李阿姨收拾了一下 就住进了女儿家里 女儿家有了外孙以后 李阿姨的生活骤然忙碌了 她也顾不得去难过了 天天扑在孩子身上 除了带孩子 还要给女儿家洗衣做饭 做各种家务 女婿的老家是县城西部山区的 亲家年纪大了 也帮不上什么忙 李阿姨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 照顾女儿一家三口的责任 每天早晨 女儿和女婿起床的时候 热腾腾的早餐就摆在了桌子上 而且还是按照女儿和女婿的口味做的 对女婿 李阿姨正更是照顾得周周到道的 她觉得在女儿家毕竟不是自己的家里 就得好好表现 女婿喜欢吃油条和胡辣汤 如果多加羊肉的话 那一碗就得15块钱 李阿姨虽然心疼 可是隔三差五总是给女婿打一碗让她喝 李阿姨每月3000来块钱的工资 全部贴给了女儿家 不够的时候 李阿姨才张口要点生活费 李阿姨没有积蓄 退休金又全部贴补了女儿家 那几年 她几乎没有花在自己身上一分钱 还好 让李阿姨庆幸的是 她的身体一直很健康 头疼脑热的都很少 她觉得生活是公平的 丈夫没了 她的退休金也不高 可是她有个健康的身体 这让她很知足 李阿姨觉得丈夫走了 女儿一家就成了她最亲的人 可是有时候李阿姨发现 女儿和女婿并不这么想 外孙小的时候 女儿和女婿对她的态度很好 一口一个妈叫着 周末女婿儿和女婿出去吃饭 也叫着阿姨 在饭店里 把菜谱推过来 让李阿姨点菜 当外孙上了幼儿园以后 李阿姨渐渐决出了 自己在这个家是多余的 有时候女儿和女婿在说话的时候 李阿姨就接上一句 可是谁都不搭理她 女儿和女婿在看电视的时候 李阿姨也想坐下看会儿 她们一看李阿姨坐下了 起身就走 把她一个人晾在那里 李阿姨明显感觉到 女儿和女婿对她的冷淡 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难道她做错了吗 可是她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李阿姨在女儿家 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不管说话还是做事 都要看女儿和女婿的脸色 她很少出卧室 就连沙发都很少坐 李阿姨房子在城中村 那年突然要拆迁 她的房子并不大 赔了六十万 李阿姨本想拿着这些钱 再去买上一套房子 毕竟那是自己的老窝 可是女儿和女婿都表示 既然李阿姨住在这里了 就没有必要再回去了 那言外之意就把钱给他们 李阿姨想了想 毕竟女儿是她唯一的亲人 她把钱不给女儿给谁呀 再说她还有退休 不过李阿姨留下了二十万养老的 给了女儿家四十万 拿到这些钱以后 女儿和女婿很高兴 女婿拿着这些钱和她的朋友 去投资做生意 可是让人失望的是 女婿的投资都打了水漂 一分钱也没有赚到 李阿姨本来很看好女婿 只望她能用这四十万当本钱 挣一笔钱回来 可是竟然赔光了 李阿姨非常心疼 李阿姨为此生了一场病 那四十万可不是小数目呀 不过女儿和女婿看上去 倒没有多难过 毕竟这钱不是他们自己挣的 所以花起来大方 赔了也没觉得多心疼 李阿姨很后悔 当初不应该把那四十万 给女婿去做生意 但是后悔药是买不到的 说什么也已经晚了 女婿把钱赔了以后 她的心情经常烦躁不安 还想从李阿姨这里 把那二十万要过去 她说再给她一次机会 也许就会东山再起的 李阿姨不相信她的话了 直接对他们说 这二十万是留着养老的 以后要是生病住院的话 他们能拿钱给治病吗 女婿看李阿姨不拿钱了 就故意找茬和李阿姨吵架 尤其是当小外孙上了一年级后 李阿姨轻松点了 女婿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了 女儿家住的是不梯房 一楼有个储藏室 面积不小 有二十多个平方 那些日子 女婿下了班 就去收拾楼下的储藏室 把里面那些杂物都卖掉了 在里面扯上了一根水管 女婿平时很少和李阿姨说话 李阿姨也没问她 收拾储藏室干嘛 一天女婿对李阿姨说 妈 我们家的储藏室也很宽敞 我已经给你买上了简单的生活用品 天长日久 咱们在一个家里生活也不方便 你就去车库住吧 女婿说这些话的时候 女儿就在一边 她什么都没有说 李阿姨一听 心猛低一沉 万万没想到家里三室两厅很宽敞 可是女婿竟然把她安排到储藏室去住 李阿姨只觉得眼眶一热 眼泪扑梭扑梭往下掉 她不想让女儿和女婿看到自己的眼泪 她转身走进卧室 无声地哭泣着 她心里的悔恨就像荒草一样 在疯狂地生长 自己当初干嘛把那四十万给女婿啊 现在带大了外孙 她没有用处了 女婿就让她去储藏室住 这是歌神身上也无法接受 但是女婿说得非常坚决 女儿也没有挽留她 看来他们两个人早已经商量好了的 李阿姨擦干眼泪 就把自己的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下 其实也就是几件衣服 两床被子 就这样李阿姨住进了女儿一楼的储藏室里 还好是潮南的 前面正好是一条大路 采光还可以 刚开始的时候 李阿姨非常不适应 储藏室虽然也比较宽敞 可是毕竟不是一个板正的房间 她努力说服自己适应这里的一切吧 要不有什么办法呢 李阿姨又去街上买了几件小家具 又重新布置了一下 她才舒服了一些 自从李阿姨住进储藏室以后 她很少去女儿家了 女儿和女婿也很少过来 有时在小区里遇见 女儿会说 妈 你没事的时候就上楼去玩吧 李阿姨总是笑笑说 我在这里住着很好 就不上去打扰你们了 这对母女之间 客气而又疏远 那天 妹妹给李阿姨打来电话 问她在干嘛 李阿姨忽然悲从中来 一五一十地告诉妹妹 她现在住在女儿家的储藏室里 妹妹一听 连忙安慰李阿姨 让她不要难过 邀请她去南方玩玩 妹妹给李阿姨订上了高铁票 李阿姨去了南方 在妹妹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回来 在妹妹家的时候 李阿姨很受启发 妹妹比李阿姨小两岁 可是妹妹没有闲着 一直在做生意 妹妹和妹夫在小区里 开了一个超市 卖百货和各种蔬菜水果等 妹妹和妹夫 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妹妹的退休金和李阿姨差不多 也是三千来块钱 可是妹妹说 那些年她的退休金 一分都用不着 都攒起来了 他们开超市的钱都花不了呢 让李阿姨非常羡慕 妹妹说 姐 我帮你想过了 你回去以后 你把储藏室稍微收拾一下 也去浸一些青菜水果之类的 放在小区里卖吧 我保证肯定能挣钱 因为好多邻居都图方便 顺手就把菜买了 李阿姨回来以后 考察了一番 这个小区有十栋楼 住户不少 还没有一份卖东西的 李阿姨听了妹妹的话 说干就干 她先去物业征求了意见 说了自己的想法 物业也非常支持李阿姨退休后再就业 他们说 只要别影响邻居 别把门前弄脏了就行 李阿姨把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往里挪了 中间用一块厚厚的布连子搁起来 她去早市 进了一批青菜和水果 放在储藏室里卖 刚开始来买菜的邻居不多 到晚上李阿姨就把剩下的菜 免费送给邻居们吃 一传十 十传百 后来李阿姨又在小区群里 发了几次消息 说请邻居们过来捧场买菜 薄利多销 她就赚个跑腿费 慢慢地 李阿姨的生意越来越好 有时候到下班的时间 来买菜的人多 储藏室里太拥挤 她就把菜搬到了小区的广场上 在那里卖菜 几个要好的老姐妹还经常过去帮忙 李阿姨开始赚钱了 她的退休金也用不着了 她卖菜赚的钱足够用于生活开支的 再说她一个人也用不了多少钱 到年底的时候 李阿姨拢了一下涨 退休金全部攒起来了 卖菜还挣了两万来块钱 李阿姨非常知足 这一年竟然攒下了五万多块钱 李阿姨算了一下 她手上的那二十万块钱 一直在银行里存了定器 她身体很好 再干十年八年的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到时候她手里就能攒一大笔养老钱 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了 李阿姨开始卖菜以后 她的心情舒畅了 生活充实快乐了很多 那些来买菜的邻居 都和李阿姨聊上半天 刚开始女儿和女婿竟然还嫌李阿姨卖菜丢人 他们说不是吃不上饭 去卖那两把的青菜干嘛呀 但是当他们看到了李阿姨能挣钱的时候 就过来得越来越勤了 有时 女婿会帮着李阿姨进一些菜 李阿姨也会给小外孙一些零花钱 买文具的 女儿下了班以后 有时帮阿姨卖会菜 李阿姨做好了饭 女儿一家也在储藏室里吃饭 后来 女婿还帮李阿姨安上了空调 这样住在里面更舒服了 李阿姨和女儿一家的关系越来越好 她终于意识到了 老年人尽量不要和儿女住在一起 没有谁对谁错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矛盾和摩擦在所难免 小区里的很多大妈都很羡慕李阿姨 她们的退休金和李阿姨差不多 可是她们不舍得花钱 而李阿姨去商场的时候 想买什么就买 毕竟她除了退休金每天还有进账 李阿姨每天乐呵呵的 她的腰包鼓鼓的 手里有钱心里不慌 说实话 李阿姨刚刚搬到储藏室的时候 好多邻居都指指点点 她们都明白李阿姨的处境 直到她把外孙带大以后 女婿让她住进储藏室里 好多人议论这件事 甚至看不起李阿姨 可是没想到李阿姨却活成了她们羡慕的样子 每隔一段时间 李阿姨觉得累了 她就约上几个老姐妹 抱个旅行团 出去玩些日子 她会在门前贴上一张大红纸 写上 本人出去旅游几天就回来 咱们马上就会见面 那意思就是告诉邻居们 过几天她还会正常营业的 李阿姨越活越年轻 她觉得生活很有意义 每天忙忙碌碌的 每天都有钱挣 退休金攒着 身体健康 这样的日子太好了 李阿姨想开了 即使住在大的房子 不也就是睡一张床吗 老年人只要有个自己的地方就行了 她已经把这件二十多平方的储藏室 当成了自己的家 做人就得随遇而安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知足常乐 回想起在女儿家的日子 李阿姨甚至庆幸 多亏女婿让自己住进了储藏室里 如果一直和她们住在一起 既然篱下的滋味真不好受 再说也给女儿家带去不便和麻烦 老年人不要把所有的养老希望 都寄托在儿女身上 养老还得靠自己 多想想办法 趁着身体好 劳逸结合 多挣点钱养老 是好事 李阿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为自己赚取了财富 也充实了生活 一举两得啊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